四川绵羊塔水镇的万物折尔根 进入了最佳采摘季 这栽培出来的折尔根很特别 只有根没有叶 在塔水镇玉池村 一节节粉嘟嘟的折尔根 被村民们收割 清洗 装大 我们现在装成建建 有的好的就收过一万八块钱 稍微撇点的都是七八千 除了线下销售 村里还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 把折尔根卖到了全国各地 如今 折尔根产业 已经吸纳了当地四千多户农户参与 农户每种植一亩折尔根 便可实现户均增收两千多元